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 一些植物在遭受环境压力 如井杆受伤或者缺水的情况下 会频繁的发出超声波信号 研究人员认为这应该是植物难受时发出的喊叫声 研究用番茄和烟草植株做实验 研究人员在距离植株10公分处 放置麦克风接受它们发出的声波信号 分别在切割它们的筋和几天不浇水的情况下 测量它们的反应 通常人员能听到的声波范围在20赫兹至20千赫之间 研究人员接收到这些植株发出的频率 介于20千赫到100千赫的超声波信号 研究人员表示 当番茄植株的筋杆被切割时 平均每小时发出25次超声波信号 烟草植株发出15次 当缺水时番茄平均每小时发出35次 烟草发出11次 专家推论 这样看来植物在遭受不同类型压力的时候 发出超声波的频率和强度各不相同 专家说 人们一直以为植物是安静的 这些发现将改变人类对植物世界的认知 感谢观看